恩主,我们在一次有节心情,心灵诚实,在这个虚拟网络的空间当中,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 愿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心,不能在尸体敬拜里头一起聚集,可是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发出呼唤。 我们的眼目虽然闭起来,但是我们的心眼是要今天来看见你。 帮助孩子们,在今天我们能够专心,能够定义我们的仰望,愿祝你自己的话语来敬认我们全人心灵身体思想沉沉的每一个部分。 愿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敬拜,人就是能够达到穷仓,蒙上帝天赋你的喜悦。 奉靠恩主耶稣。 奉靠恩主耶稣。 好,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我们都知道说在现在有人说过这是一个用眼睛来聆听,用感觉来思考的一个时代。 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像这个icon,一个手,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个icon了。 他们说这是一个扁平移动的时代,因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小点点,世界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的面前。 而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小手指之间,我们可以进到那个世界。 所以世界的信息就不断地及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世界各国各地发生的事情。 这个世界被扁平化了,这个世界全球化的结果,我们活在一个大家彼此相关相连的时代当中。 而因此这样子我们的经济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商业的行为都紧紧的被连接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网路上面。 像Amazon,Ebay,Google,Facebook,以及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的YouTube。 这些一系列的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产生了极大的方便性。 而最重要的是2007年这个iPhone的出现。 这个iPhone手机的出现,把我们人类整整的所有的衣食住行的每一部分都连接在现在手上。 我们所掌握的这个小小的机器里面。 各位可以看见我们的食,我们的依,我们的住,我们的行,每一个部分都跟我们现在所领受的,现在所拥有的,我们大概都很熟悉。 而这个东西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每个人手上大概是都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马斯洛的心灵,人的基本需求里面,我们说我们人要吃饱了,我们才会慢慢慢慢地从我们的自我形象最后到自我实现。 可是面对我们现代的现代人,有人说吃饱了喝足了还不可以。 我们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需求,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WiFi。 不但有WiFi呢,我们的电池必须要随时充电。 没有这两件东西的话,你上面根本就不需要去讲。 我们人生的焦虑不只是为了我们十一住行,现在要为我们用网络,包括我们现在。 可是这个小小病毒出现却彻底地颠覆了我们过去生活形态当中,我们所仰仗的科技。 以至于连我们现在教会的聚会,尸体的敬拜,都变成像昨天礼拜五的晚上,我们都要到网上来聚集。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真实的教会。 如果今天我们在网上聚会的话,我们如何仍旧有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今天我想用几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保罗他来提醒我们这群人, 要我们纪念我们从前在肉体上是外邦人,是没有割离的, 是凭那个人手身上称为受割离之人所起的,以色列人称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这群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之上是局外人, 我们没有指望,我们没有神。 保罗在这边描述了一个我们很悲惨的,在过去的左飞。 可是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but now。 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节, 但是神but God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与他亲近了。 原来是远离,现在是亲近,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和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我用下面的这个图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今世,左飞今世,我们身份当中这种巨大的转变。 十三节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跟他借着他的血,跟他亲近了。 原来我们这群外邦人跟神是隔绝的。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犹太人,我们他们跟神也是隔绝的。 可是保罗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和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不只是我们跟神有隔绝,犹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有隔绝, 外邦人和犹太人,我们的关系也有一个隔绝。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他将两下和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因为他使我们渴慕。 这就是我礼拜晚上所提到的平安的同一个字。 他成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平安,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也使我们平安。 耶稣基督的功效,耶稣基督保血的功效,将我们两下和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在犹太人的圣殿当中,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有女子,以色列人院,进到以色列人院, 祭祀的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 在他的外头,做了一个1.5公尺高的一个短墙,来区分为这是以色列人的院,这是外邦人的院。 外邦人他只能在这个短墙的外面来看这个圣殿,他不能够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 在这个模型的图里面,跟各位做一个更形象化的解释,以色列人的院,以及外邦人的院,而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短墙。 所以从所罗门狼进来的,或是从东门上来的,他们要经过5个台阶,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 然后再爬上5个台阶,再爬上2个台阶,2个台阶就可以到圣所的外面,把祭司,把供物献给祭司。 然后下来走过14个台阶,从这边带出来,在这边你看见以色列人院,外邦人院,中间各段的这个短墙。 1.5公尺高,在19世纪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石碑,现在存在这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伊斯坦堡的博物馆里面。 在上面,你看见用了当时的这个巴丁文或是希腊文文字,有两种版本,把它调刻下来。 有人把它做了翻译,就是说,讲到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外国人,外邦人可以进到穿过这个短墙。 如果你进到这个短墙之内被逮到的话,你要为你自己的死来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而保罗自己也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危机。 在《徐徒经证》第21章里面提到,当保罗在圣殿里面的时候有一批亚谢来的犹太人,看见了保罗,就动手要抓他。 为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耶路撒尔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人就是在各处教训人招踏,招见我们百姓和律法的。 他也带着希腊人进到这个殿里面污秽了一个圣地。 他带着一个希腊人进到圣殿,表示他从外邦人院带着一个人进到以色列人院。 二十九节的解释,这个话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很有意思啊,以色所人。 在以色所书里面,当保罗写下以色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脑海里面可能就深深地印记着这个《徐徒经证》21章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有一个以色所人,特罗非摩,在保罗一起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所以这些人以为保罗,亚谢来的犹太人,就是以色所这边可能也是以色所来的人,以为保罗带着他进到圣殿里面, 合成都震动了,百姓一起跑来,要抓保罗,把他拉到殿里面,殿门关了,要杀他。 全城的暴动,到一个地步,千夫长,不是百夫长,十夫长,千夫长都出面了,然后才止住不打保罗。 各位看见这个两下合而为一的重要性,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除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冤仇, 让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一个全新的人。 这个新的人种,这个新的人类是一个空前未有,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心。 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和平,成为一个平安。 十字架的功效,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不只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彼此和好,也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面对这样子一个新的平安,他说他叫我们把这个平安,在原文里面其实没有这三个字平安的福音, 就是要把这个平安来传给我们远处的人。 所以在普世,在世界各地动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平安的信息可以传给我们远方的人, 也可以传给我们近处,今天我们在线上,今天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人。 将我们这两批人马带在一起,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 在一个两种不同的人群,借着上帝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你看见这样子一个三位一体的圣灵、圣父、圣子在一起的敬拜,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 格罗西书保罗也重复地强调这个概念,借着他在世界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平安,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睦, 同一个字。 借着他叫万有,不管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 不只是有救赎,更有和好,不只是有redemption,更有reconciliation,这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儿子独生子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天上、地下,所有的都与神和好。 从前我们是跟神隔绝的,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因着恶行,我们是与他为敌的。 但如今,but now,又再一次,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他的十字架流到的血,叫你们与耶稣基督和好,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重了圣洁,没有瑕疵,然后把我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引到上帝的面前。 利用者们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一群人是远离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保罗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样,in conclusion,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局,我把十二节和十九节做一个对比。 十二节我们提到,保罗提到,基督无关,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没有指望,我们没有神。 十九节,接着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与神徒同国,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客旅,我们是神。 家里的人,一个左飞,一个金氏,这样子明显的对比,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他将我们与上帝和好,让外邦人与犹太人一起跟圣徒同国。 如今我们都在神的家中,我们不再是外国人,我们也不是一个客人,我们是神家的人。 不在外人,不做客人,我们竟是神国家里的人。 可是上帝拯救我们这个人,他的目的不止停在十九节。 二十节这个字非常重要,而且,并且,他的目的不只是个人性的得救,他看到的是一个普世性的建造。 他要我们这群人,被上帝呼召出来的这群人,与圣度同国的人,我们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我们来建造。 而使徒先知的根基,最重要的这块根基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这个房角石。 每一个房间,全部的房间都靠着这块房角石,叫做联络得合适。 以此紧紧的相连,紧紧的契合,然后我们逐渐的被建造,growing,不断的成长,成为主的圣殿,我们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我们现在美国,如果在美国的教会聚会,你们去看美国的教会,在他们角落里面,一定都有这么一块石头。 一定都有一块耶稣基督这样子一个房角石,用一副所说二章二十节所讲的这句话。 这块石头来建立了长、宽、高,每一块都可以紧紧地建造这块房角石的证明。 而这块房角头块的石头,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勉励跟鼓舞。 他说主乃是活食,但是被人所弃,但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第五节彼得说,我们也是活食,我们在到主的面前,我们被领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活食了。 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了,做圣洁的祭司了,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圣越纳的那个灵迹。 他十字架上的永远的那个祭物。 经上所记看呢,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在你们,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我们这群信奉上帝的人是一位宝贵的。 这样人所记在那不信的人,有人话说,信人所弃的,已做了房角的某块石头。 所以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群人不只是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上帝也把我们成为一个建材了。 把我们这群建材当作活食,我们来建造。 所以二十节他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和实践间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你们也靠耶稣基督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各方在河河本里面有一个小字,又做权,或做权,所以我把它做成全房。 全房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和是成为圣子能够居住的所在。 我们这群全人也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使徒先知的建造。 我们借着上帝的建造,让成为圣灵的居住。 所以保罗不断来提醒我们,在格林多前述来提醒我们,在吉拉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身体,是上帝的圣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的生活的应用层面里面,如果上帝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住在我们身体当中, 圣父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成为一个活食的话。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你觉得我们可以让他兵之如归吗? 最近在疫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名词,或者很流行的名词,叫做social distancing。 WHO最近把它改了,叫做,把它称为,不叫,叫social,是physical distanc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医疗系统是最大的限度在这里。 疫情爆发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特别的防护措施,疫情会不断地往上升,然后才慢慢下降。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所谓的social distancing,或者是用防疫隔离的方式,你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flatten the curve。 我们可以让这个疫情上升的速度减缓,好,让医院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把最重要的资源来照顾我们的病人,而不会超过医院的防护的这个照顾的上限,以至于整个疫情的参缓。 这个疫情慢慢慢慢地减缓,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啊,就是感染的总人数跟有没有坐降虫的感染总人数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的是flatten the curve,是这个curve它能够变得小小的,变得这样下去。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聚会,我们希望我们彼此有一个social distancing, 以至于我们不会来互相的感染,来帮助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能够来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病人。 所以有一个专用名词,不能这样的,流行,网上流行的这么个术语,叫做别来无恙,有没有? 它的新的解释是,只要你别来,我就不会生病。 这是一个social distancing的一个新的注解。 我们借着彼此的隔离来抑制疫情它的散步。 可是一个教会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群体。 我们这种真实的聚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social distance。 我们是彼此在周日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紧紧的连结,我们在团契的聚会, 我们习惯的是这样子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建筑物里面, 看见一个十字架,我们彼此 来聚集,来敬拜。而不是今天上午我们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分的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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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韩国的一个非常大的教会,这是一群牧者。 他们开始做往上敬拜。 你看见他们在这里彼此的 站开的这么这么的远。 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的social distance。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 spiritual distancing呢? 我们说我们人跟人之间避开,不要去 隔离,不要去传染。 那弟兄姊妹们, 我们跟上帝的距离有多远? 我们跟神亲近吗? 我们这群被耶稣基督宝血所 拯救的人,今天我们来到父神面前了吗? 我们跟他有多少的spiritual distancing呢? 我们是不是非常紧密地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很不习惯。 我看不到你的互动,我看不到你们的语言,你也看不到我们的肢体语言。 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绝大部分80% 70%以上可能是我的手的动作,我脸上的表情。 我现在看不见你们,但是我们在那里面的敬拜,我们敬拜的是什么? 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方式,我们敬拜的实质。 在摩西所领受的三条诫命里面都告诉我们。 除我以外,不会有别的神。 我们不可以雕刻偶像,我们不可以忘成神的名。 可是我们在我们敬拜的对象当中,我们今天在网上敬拜,我们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我们看不见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完全虚拟了。 我们用这个字来,但是用这个字,是虚的,是模拟的。 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用敬拜的方式,我们不能雕刻偶像,所以我们用科技,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现在不要忘成神的名,很多时候我在想把它用spiritual distancing的概念来改弹的话,我忘成神的名,可能是我自己的生活实际,跟我的生命,生活形态,并没有紧紧的相连。 我宣称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形式为人,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那个也是一种忘成神的名,我们买了好多好多清洁剂,洁净我们的手,但是我的心干净了。 我追求了一个外在的洁净,我的内心有圣洁吗?我在清洁和圣洁之间,我看到的是外面,还是我看到的是里面。 以色亚书27章说,我的百姓们用他的嘴唇来敬拜我,但是他的心却是远离我。 我们有尊敬他吗?我们在口里面尊敬他的时候,我们的心靠近他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不只是在线上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不断在提醒我。 我到底现在做的敬拜,上帝喜悦吗?我的心的问题,我手接,我心轻,我尊敬,我靠近,我对他有敬畏吗? 因为真实的敬畏才会带来真正的安慰。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最后几个小小的方向来帮助我们在虚拟的敬拜当中去有一个真实的敬拜。 一个是信息和信财。 在传播学上认为我们现在的媒体它只是个工具,它只是个vehicle,我们传递的信息才最重要。 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却全然颠覆了这种讲法,因为主耶稣基督我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多媒体。 因为他自己不只是一个信拆,被上帝拆遣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他自己也是信息,因为道成了肉身。 他不只是一个messenger,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message。 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护照。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仰把它切割。 邮差他可以礼拜五晚上吃喝嫖毒,礼拜六就要把他的信寄到家里面就行了。 可是我们不可以。 我们的信息跟我们的信差,这两者必须同时合而为一,这整个和平的福音和和平的信息才能够有效地传递到世界各地。 不是,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活如果是讲我们的讲台的话,生命就是我们的讲章。 我们在人前跟人后,我们在现在讲的线上跟线下,我们能不能够前后一致呢? 我现在看不到你。 你能够专心关注来敬拜上帝吗? 还是你觉得这个讲人讲得很糟糕,我就看看微信吧,我来吃上网,我敲个狼腿。 我躺在床上,我吃个零食,我喝个茶,喝个咖啡,挺舒服的。 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信差。 这种生活方式告诉我,其实我很多时候在分享,我为什么这个生活好像很恐惧,这个福音不给力,我的信仰不管用。 还记得吗?昨天礼拜晚上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信仰管用吗? 很多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尊主为大,因为我不想相信我们所信的。 我相信的只是上帝给我的平安,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那些祝福。 我知道那个很好,但是呢,你不要来管我。 为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做主比较好,我还是会成为我的上帝。 只有当我自己的欲望跟上帝的旨意不冲突的时候,神才掌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弟兄怎么问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后面的后台的前台词的前提是, 我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我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我不是因为要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再看看跟我自己的旨意相不相通。 相通的话,神你来掌权,不相通的话,我自己做我自己的。 所以R.C.S.PRO讲过一句非常犀利一针见血的话,我来跟你丁字们一起来分享。 他说,经卫主乃是认识我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认识这位圣洁的神, 只在看着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他的结果就是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活在神的检查当中。 我们可以趁他光明地活着,而且以喜乐与敬走来顺服,来跟踪我们的基督。 受节的心情,这件事情,在这位上帝面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圣洁。 在现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花更多的世界。 然后更多的世界,来信参我们自己。 而在现在我们没办法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彼此来按手祷告,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临圣战。 我在这边特别要来鼓励,来挑战,来劝告,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时候,来特别爱你的母事,特别为你的母教祷告。 我要停止奉献。 他是甘心乐意的来目养你们。 他们没有要想吃群羊。 牧者的心思 看来现在比你们更焦虑 他要关心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可是这个时候 谁来关心我们牧者呢 为他祷告 为牧者的家庭祷告 为牧者 他的灵命来祷告 好叫他能够来牧养你 而你们 来加倍地敬重他 你们成为他们的祝福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外在的礼仪 但是我们有个敬拜的实质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种外在敬拜的形式 但是我们当中 可以看见圣灵的力量 我们来到加倍地敬拜 再也不是看一个娱乐 看一个表演 而是我们那个敬畏的心 我们没有宗教的一事 我们不在基地信山 我们不在 耶路撒冷 我们用我们的心灵 用诚实 在真理里面 借着圣灵来引导 所以我们可以轻心吐一地来与他们 与神祷告 与神沟通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 我们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 神会越南 神会越南我们祂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 但是网络科技这件事情 它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它可能也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是我们的friend 可能也是我们的enemy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科技的网络当中 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科技所捆绑 因为主耶稣并没有说 背起你的iPhone来跟从我 主耶稣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祂的 而我们每的眼睛 我们的眼目就粘在这个荧幕上面 天天看到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 而我们没有办法去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弟兄姊妹们的平安 其实就是一个两者的竞争 不是上帝的话语来进入我们 就是这个世界的恐惧来夹着我们 难怪有人说这个cellphone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cell我们被关在里面 我们被紧紧的捆绑在我们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我们无以自拔 我们非常的恐惧 但弟兄姊妹与其我们来畏惧这种科技 我们不要让网上来敬拜 我们只在旁边数落 这个科技对我们负面的影响 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网络的科技 如果我们好好地把我们刚刚我跟你分享的 我认识到我们教会是什么 我们这个人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在的地位是如此的尊重 如此的伟大 我们可以在云端与神相遇的 我们可以每天都被提的 我们可以在iCloud里面 耶稣也会点赞的 我们也可以很轻松活泼的就活在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 找到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用这个图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下好了 上帝把Steve Jobs 带到摩西里面前说 Hey Moses 我可以upgrade你的iPa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iPad 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来表达 表示科技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 最近脑洞大开 所以我也开始想说 我怎么样的创意性的来 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就改写了马太福音 在最后晚餐里面的这段经文 我这么说的 我说饭后就拿起手机来打开的说 这是我的自拍 为你们播出来的使人按赞 那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不用这款手机了 直到我在苹果里面 帮你们用新款的日子 科技重新挑战 我们对于一个敬拜方式的执着 而这个疫情 它也重新的改写 逼使我们对一个实体的敬拜 一个网路参与 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 很严肃的神学上的探讨 我个人认为可能不会做到这种 所谓的中西河壁 现在只是一个战时的工具 等疫情过了以后 咱们再回来做实体敬拜 现在只是战时的 未来我们还要回到教会里面 但很有可能 这个疫情三个月半年不过去 我们必须要在网上聚会呢 或许将来的网上聚会成为我们的常态呢 会不会去像 你能我能我上情都 还记得那首情歌 把这个泥 做捏一块泥 做一个你 做一个我 然后重新打破 重新再做 从此以后 泥中有你 你的泥中有我 或许将来我们的敬拜 可能有网物的 有实体的 我们将来的彼此的带道 我们的互联网 可能我们的祷告链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微信小组 都要做一个全新的改组 对于一个敬拜的实体敬拜 对一个网络的分享 我们都要重新来做一个考量 科技 让我们带到了这个浪的前沿 约翰福音的21章第6节 主耶稣在迪比尼亚海 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那天一天晚上打我 打鱼打不到 耶稣站在岸上 告诉门徒们说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救逼得着 这段经文其实也给我让我看见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信仰的传播 对于生命的实质的敬拜 有时候一个方向的转变 可能帮助我们 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我们过去在实体敬拜 我们在步道会里面 我们带来的可能就是这几条鱼 可是当我们把网撒在右边 用一个网路科技的时候 我们却赫然发觉 原来世界各地周遭的鱼 都在我们的网上 都在我们的当中 而今天我们这群牧者 弟兄姊妹们 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话语 来喂养这一群 嗷嗷待不得 这群鱼 这里可能成为我们的渔场了 一群弟兄姊妹们 所以你们要又去使网民 做我的门徒了 外民的形式 今天可能用网民的身份来存在 而今天这群网民 在这么多的假消息 在这么多的令人不安动荡的消息当中 他们也变得非常的迷茫 迷惘了 那个网 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一个真实的 生命的实质的方向呢 我们可不给他一个指引呢 我们给他一个力量呢 如果是方向 那是道路的问题 如果是指引 那是真理的问题 如果是力量 那是生命的问题 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有有这样答案的人 因为道路 真理 生命 他的尸体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耶稣基督 今天他呼召我们 让我们彼此建造 成为一个教会 成为一个灵工 让上帝来居住 所以我想最后用这一段的话语 来跟鬼丁子们来分享 我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我们如何来做真实的教会 我相信在神的心意当中 教会是神真宝贵的一个字 教会是神改变这个世界的工具 是充满万有者 是充满的 是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礼物 父神 圣子耶稣的救赎 圣灵保护神的带领 引导我们进入福音的真理 让教会成为神产现荣耀的剧场 充满了阵阳 一个惊天动地 风驰电子的阵阳 上帝今天要兴起一群 为神赴汤刀火的子民 有国度观 有视野的门徒 他要我们忠于圣经 但是勇于思考 我们抗衡世界的文化 但是我们护理万物 我们承接传递真理 我们从事与一个世界 世界观拔合的工作 在这个辽阔世界里面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来掌握这个世界的脉搏 让这个永恒的血脉 透过教会的心跳 将救赎的血氧 来传递给这个奄奄一息的世界 让世界知道 我们教会是建材 是活石 而不是那栋建筑物 我们活着 是为了耶稣 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的使命 J.Packer 他说的教会的任务 就是借着忠实的基督生活 见证将不可见的国度 变成可见 其实我们教会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自媒体 我们将一个在地 如天的生活 一个完整的结合 将一个真实又真又活 看不见的上帝 借着我们的生命 来将以表现出来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与我们的实践 我们的信息 和我们这个人的信材 彼此结合 虚拟和真实 它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 如此在等待的教会 虽然我们是在网上 我们没有办法聚集 彼此问安 但是我相信 我们在三百多个加入的人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教会 在我们下线以后 弟兄姊妹们 我们分散 而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 用一个信差的身份 将上帝平安和平的信息 来传递给我们这个世界 这一群好逮捕 没有平安 恐惧慌张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在这个世界 动荡的环节当中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真理 我们有生命 我们有道路 因为我们有耶稣 耶稣恩惠 基督恩惠的平安 借着你的宝血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今天可以与神相合 我们可以与人相合 你拆毁了中间隔断的短墙 也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今天这样的疫情的网上 的聚集 也来拆毁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墙 人与人之间的墙 愿主耶稣基督 你自己来成为我们整个教会实体建材的防脚师 愿我们这样子往上聚集的教会 我们仍旧可以笃定宣告 我们是建立在这个防脚的头块石头身上 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最能够奠基而不可动摇的这块石头 因着如此 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带着金银宝石的建材 我们奠基在这个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 死亡的毒钩毫无权柄 因为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不可震动的国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身体 我们一心一喜一生一出 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 谢谢主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Amen